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末精選數據華里茲B編 在今個週末有不少精彩對決上演 我們的精選數據自然不會缺席 接下來將繼續為廣大球迷朋友 送上焦點對決的數據分析 在8月29日星期日 晚上11點半 狼隊對曼聯 紅魔鬼衝擊客場不敗紀錄 上將客場挑戰修咸頓 曼聯在半場先失一球的情況下 最終頑強攀平比分 這場禍球 亦令紅魔鬼連續27個英超客場保持不敗 追評槍手阿仙奴保持的英超客場不敗紀錄 另外說回狼隊 狼隊毫無增勝資本 開季相繼輸給李斯特成同熱刺 亦令狼隊出現跨賽季五連敗 這五場敗仗中 球隊總共只入得一球 另外最近七次助陣摩連納斯球場 狼隊輸了其中五場 當中包括上賽季末 最後一個主場賽事 輸給金將對手曼聯 另外期待普羅普巴繼續餵餅 飽受球迷指責的普羅普巴 在新球季突然爆發 首將面對列斯聯 上現助攻大四起 在上將對修咸頓方面 在球隊落後的情況下 又是保羅普巴挺身而出胃餅 被美臣格連活達破門 今仗這位法國球星的表現值得期待 在戰果預測方面 估計狼隊會0比2輸給曼聯